過去曾被立委王世堅炮轟 被巡的時候打瞌睡 還不承認 如今李懷人要高深轉任 高雄市副市長 各界狂窺 王世堅難道真的是扶龍王 罵誰 誰就能官運橫通 而王世堅今天來說 他絕對不會再做評論 就怕繼續罵 會罵到對方 還真的當上了市長 曾經被質疑 在政院搞網軍的書發部次長 李懷人 將轉任高雄市副市長 獻出李懷人的國會紀錄 藍營曾罵他被巡打瞌睡 綠營更怕我哄他睡著還不認錯 我看你那個嬉皮笑臉的樣子 你今天沒打瞌睡 就已經奧彌陀佛了啦 時間暫停你回去 沒打過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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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打過 我沒看過這麼惡劣的官員 那個主席時間暫停 我生氣個三秒鐘 如今李懷人高深去幹副市長 外界傻眼 難道王世堅真的是扶龍王嗎 誰被他罵誰就稱王 王世堅似乎恨死自己的嘴巴 這個我不管再評論他 真的是 我再評論下去 搞不好他選市長 搞不好他選市長 我大概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這樣就好 我盡量閉口 這個人有事沒事就打瞌睡 打完瞌睡醒來以後 大概就是拍馬屁 王世堅的扶龍威力有多強 過去韓國瑜 曾是被他罵最兇的低名 請問台北農產跟蔬菜價格高漲 有什麼關係 請你解釋清楚 南北蔡蟲一起串聯 火爆罵人 沒想到韓國瑜卻扶搖直上 不但當了高雄市長選了總統 如今還當上了立法院長 有人說看看李懷人的例子 下回想升官 恐怕還得拜託王世堅 能否也對我罵一罵